Hello, 各位故友, 大家好 今天早上的时候在YouTube社群里 出了一些关于牛熊的玩法 今天比较有空, 所以试试抄一下即时 做了一些简单的讲解 究竟如何判断走势 之前有些朋友留言想看牛熊应该怎样玩 我大约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写了 做了一分时段, 做了一些预计 首先要强调 新的故友, 不要玩牛熊 你可以输掉所有本金 而你因为未控制到情绪 你是很容易输了再追 然后你会判断错误 我是很忠心, 很诚恳地用我的经验 告诉你, 你刚刚玩, 你真的不好玩 不要给自己任何理由借口去玩 遲些, 让你在正股赚到钱 你抽一部分才去玩 现阶段, 伸手, 不适宜玩 是很难玩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克服到 不要说判断 你是要克服你的心理 牛熊的征税就是克服你的心理 你如何去克服 所以你学不... 不是学就可以, 不是说就可以 你是要去克服的 是难的 第二件事就是说 买卖牛熊 并不是每一个转折位都会去买 这个是我的操作方向 我大多数都是玩单方向 就是玩一单边 很少玩双边 有不是没有, 但是很少 多数就是玩单边 譬如我本来今天大单边 可能是一个方向, 我就玩那个方向 我输, 赢有道 如果我看错, 他一直是这样向上 那我就立刻斩了 这也是其中一个心态 和其中一个守则 自己控制自己 因为可以输到无影 你可以是... 我以前经常出了一篇文 就是炒牛熊 最惨是遇到大单边市 买错方向 这个就是输了最多钱 反而你两边法 你输不到太多 因为两边法 你经常买错 你不买的了 你会停的 会收手 买大单边市 不断加, 继续加 见他跌少少理由加 跌少少理由加 为什么我能够出这些东西 因为我经历过 以前我输过那些钱 当然是很久之前 但我可以告诉你 是真实的 会出现这个状态 而当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 很多股友都会认同 就是说大家都遇到 真的有这个状态 所以大单边市 你买错方向 就不要买了 那如何判断大单边市 跟上落市 我经常说 你买牛熊 买股票也好 你要知道自己的位置 位置在哪裏 你不知道位置在哪裏 你是不会买的 所以你用一条军线 来做一个 参考 你就会知道 今天是经常穿越这条军线 在军线之上 军线之下 还是在军线游走 你就可以分辨到 你有个谱 然后 大家都知道 可能很奇怪 你买牛熊 你不是看期货的吗 看现货的 你懂得玩的 我懂得玩的 其实不重要 你比我懂得玩 没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 首先 我们大家知道期货 是用来报告价 但是 结算向现货 那 谁比较好呢 那也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是看现货 看期货 期货的走势 对赌的走势 我不懂得买的 现货的走势 我买到 我赢到钱 那就可以了 其他的东西 是 是不是真 是不是假 没人知道 可能人家说 你一定要看期货 其实你看不到 但他不停地给你灌输 洗你脑 那你可能经常都会输 那你能找到一个方法 你自己 对的 可以帮到判断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另外 今天在出闻里也说过 有些 牛熊的点数 以恒指来计 有时候 他会打到 差20点 打多一个区间 他不打 有时候打多一半 50 60 40多 这些 你慢慢自己去观察 我自己的经验 大多数 打到20 附近 反弹了 那些 要打下去 打到50 那些 打下去的可能性都有 但不是那么多 打到20 那些 你就去看看 下面有多少 这个你就自己去衡量 那是不是AMOS 不是AMOS 不一定 不过你可以在那天 判断到 看款款 还要再回来一次 或者升上去 反过来就是80 升上去80多 这样 那些时候 可能 他又要再上冲 通常这样上冲 就不是几十点 落到100 落到200 也不奇怪 或者上多100 上多200 也不奇怪 你到时候要判断市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不是一定 还有这个也有些少陰谋论 只不过一个 比较大的统计 那我们就说回 看到那个 今天的走势 这个图 这是我今天第一早上出的 早晨明灯 我以前有一个 一系列的文章 叫做早晨明灯 我尝试现在在 我自己的YouTube上出的 有空 没有工作 就去看看 可能我九点多钟 准备了公司的东西 然后我就开始写 写 写到就写 而且也会写短一点 以前是很长的 现在会写短一点 首先说回这个走势 所以我出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 第一早上打下来 其实上个星期 已经在文章上也说过 在 在视频上也说过 今天 星期五那天 是不适宜买星 然后你可以过夜 但是最好也不过 如果过去 少住一点 买红可以博一下 结果出来是一样 因为当天看得出 跌势未止 今天就不知道 所以 我为什么会买少住呢 因为当天 如果跌跌了八多点 你赚不到钱 所以你不知道多少 所以你分钟有机会 夹上去 你就走了 你又输了一两格 两三格 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 不要买太多了 接着就是说 去到这些位置 打下来 很明显的走势是什么呢 第一 它有跟上症 第二 通常这样上去 这样的速度上去 都是平淡仓的 如果这么多人在平淡仓 接着来的跌势 有限 不会跌得很厉害 通常都是这样 但是会有波幅 而这个顶 就是一个比较有效的顶 要冲上去 又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如果在这样的状态 今天就不是怎么冲过去 就是带到这个位置 其实它后续的购买力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麽强 然后去到这些位置 你判断了 咦?它是下来的 上去 当然它会继续上去 我就会觉得 这些位置 如果它是跌不穿 跌不穿 跌不穿的军线 它有机会在这个位置再弹 那就做一个弹边走势 就会这样上去 如果它跌穿了 怎麽叫跌穿呢? 拿下来就立刻跌穿 不是 你要看一段时间 判断一下 究竟是否真的 在这里已经徘徊 或者跌穿了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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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穿了 不要买 打上去 撞到一堆军线 又升不上去 这些位置买 上下输赢有一个铺 但是多数都是下去的 如果跌穿了 又升穿了 它又跌回来 又在那边穿不下去 继续买上去 这样 你不信你可以自己去看回 每日图 每日可以看回它 做一个比较 当然不是百分一百 这是我经常说的 赢就三分二 输就三分一 然后它就跌了 然后去到这个位置 我便可以入手 看下一张图 然后我再出 这个A 就刚才我讲解了 A这个位置 是一个拉升 平仓的动作 这位置不要追沽了 不要说 我看到升约要买 这位置又要买 不用了 先稳定一点 然后呢 B 这个位置 真的跌到均线之下 对不对 我这里有说 这些位置很容易骗人 可能这个位置 不一定是 它会立刻跌下去 下次见到这些 小心一下 要配合大肆的气氛 最终因为大肆气氛 我觉得它这段时间 也不会太强 所以就想 这个位置应该是沽 会着数点 所以它穿了沽 那它真的沽 其实你沽 我也经常说 我们判断了转转位 但我们判不了幅度 幅度 幅度是不知的 只能够看大事 当时是怎样的 接着 C这个位置 我就讲 如果B位进了红 这个位置 C位置设价 设价是设价 设价是设价 除非你很早设定 否则你准备走 在一格撥两格 就让它走 不用赢尽的 你也不可能知道 什么时候赢尽 好了 设置到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里 设定价让它走 这个位置 这里很容易转身 转身即是反弹上去 我意思是 好了 然后D D是说什么呢 D是说波幅区间 第一个区间 220-350 第二个区间 是480-650 我好早这些 我好早 你看看 挺暖的 现在老了 观看次数也很少 在这里 你们可以去看看 旧的一条片 很早期 初初拍片 什么都不懂 那时候 你去看看我讲解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下一次可以用这个 来试试观察 不一定跟着 先观察一下 然后去到 C这个位置 大概在这里 刚才 C左右 开始会拉升 这个位置真的转身 对不对 那 这些也是转身 然后 C位判断走货 所以这个位置是合理的 然后 你这个位置 也有8格 10格 超过了我们 一般我盘中的 基本 就是5格 当然 我趋走趋势 有20格 30格 我当然吃了 对不对 但是我不知道 但是5格 我还有基准 我自己有基准 对不对 我输了5格 我输了10格 那有一个基准 我会好些 输了就要给他10格 就要走 有时候你是忍不住 也可以理解 但是 起码是一个道 我们一定要给一个道自己 炒牛熊 是没办法赢尽的 如果你是 想着要吃到尽 然后又想着 它一定是一个方向 你就中了别人的 就是 就是 中了怪兽的计谋 你不可以 你一定要跟他打游击 你才会赢到钱 好了 好 接着我就说 今天就不是很适宜 买upside 找位置就 买upside 会合理一些 其实最后的判断是对不对 其实判断是不太对的 因为它 真的不错了 因为其他人也有资金进来 但是 我的损失是什么 我赢不到钱 我不想输钱 我宁愿找位置买upside 我没有理由 冲上去的时候 我还买upside 那我们就看 是吧 好了 去到这个位置 就是看这边 左手边一点点 看就是 大家在这里 大家在这里 那 F位 就是类似我之前的判断 它冲了上去 不够力 下来 它不穿那条军线 是不是 不穿那条军线 在那买 买上去 只不过我说了 我今天不买 就是因为我判断了大使 而且 你会看不到的 那么多时间 在这里 买上去 如果它穿不过这个位置 其实如果我的买法 如果我是贴着电视来看 即是贴着屏幕来看的话 我去到这里 我可能是走货的 它穿不太穿 然后在这里再上去 这一段我吃不到 但如果我不看的话 这一段只有十多分钟 我没有看到 那可能呢 它就判断了上去 所以这里我都要跟大家说 这里有个腹轮在 大家要知道 就是我不是神 我只是看到它 有一个这样的趋势 我就会这样判断 好了 但这个位置 我是赚不到钱的 我也不会买的 按我自己的性格 好了 去到G 这个位置 G是大大大 在这里 上了一个顶 它会多一点点 我当时是说 G 现在上阳中 我刚才也说过 其中一段影片也说过 其中有一条 这个 这条文 这是另一条文 另一条文是没有图 那条文是说 去到2点到3点9 这段时间 就要留意一下 特别是3点上证收市之后 这个位置是上证收市的位置 接着我就说 这个位置 G位3点上证 很快收市了 这个时刻 如果它不穿2,29,6,8 2,29,6,8 是这样的日期 如果它不穿的话 如果穿了 就什么都不做 手工 有点它升得不关我事了 我自己的原则 我就不买了 如果它不穿 它不穿 回来 就买红 博上下五格 这个位置可以博红 上下五格 它多一个顶 不用走 这些顶 它穿了我才想 它不穿的话 我可以扭到它 下 接着 这个判断是没错的 它真的反了下去 这个其实就是我经常说的 其实我不可以判断到 它走势是怎样的 我知道我给一个策略 它升的话 我怎么做 我下的话 我怎么做 牛熊是赢在这里 赢在你的策略 不是赢在你 懂得估市 其实你这么近的市 你怎么估 这么短的 长的都估不到 这么多因素 你都估不到 你更加没得估的情况下 你更加没得估 所以策略是重要的 你定个策略 我定多少钱输 输赢多少 因为我已经说了 它是一生的 它只要有一个 香港交易所在 然后你就有钱 然后社会又没有崩溃 那你就可以每天都买 每天赢多少 你就累积 如果你今天赢10万 明天赢10万 那你没意思 今天赢10万 明天赢7万 后天赢10万 大后又赢7万 那我也有意思 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 老鼠搬大米 就是这个概念 你不可以全部拼下去 牛熊不行 我见无数人是这样的 无数无数 真的数都数不到 贏了10万 8万 就很开心 到处又 post 一些图 我当然不可以 一盆冷水淋下去 但我也是保持那句 所以就是 我们还没买单 清醒一点 明天买 小心一点 我经常都是这样的 经常我都会出问 就是说 这些位置不要再沽了 要反转了 不反转也不要买了 经常我做这些动作 又经常都说中 不要经常了 所以在这个心态上 你要买牛熊不是不行 但要这样买 或者我自己觉得是这样买 才会赢到钱 所以我这里也说了 在这个位置 小注码 不过夜 明天不知什么事 今晚没有美股 接着就是最后一段 H 这一段 就走下来 走下来 可能有几十格 六七十格 七八十格 不太记得了 我在这里出的时候 大约是二百七几 二百七几 我当时 为何写二二八十七呢 就是我自己计算的 计算完之后 如果它跌 应该跌到这个位置 所以我就说 看看它会不会跌下去 设定价格 就在这里走 准备 我都说明 这个我只是说 它跌的话会这样 它不是一定会跌 不要搞错 它不跌了 不跌呢 我也说明了 跌呢 就来这个位置 我就吃虎了 如果我不跌 我就宁愿等它 如果它真的会跌了 三四格 三五格 立即吃 走了 不要等了 这样它就不会再下去了 美试 不可以太贪心 每一天 你美试买牛熊 都不可以太贪心 一定要用 严手五格五格地吃 美试是 会磨死你的 最终 你以为我隔到 转头你也是吃不到钱的 所以就不要贪 要练好自己的心态 最后都说 不要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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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必要 你看得准才过 不是每天都过 有些人我看到每天都过 我看到他赢 但我永远都看不到他输 不可能不输 然后整整一下就不见了 很明显知道是什么回事 所以这里是想跟大家说 不要去 一定要逼自己过夜 没有必要的 有些事情你承受不了 单日打了二三千点 一千点上去 你的熊仔就没有了 而且你经常说 如果你过夜玩即日 你就不要买太远 除非你看长期趋势 你给他三百点就已经足够了 很足够了 如果你看他 如果他三百点打上去 那就看错了 你都要承认自己 看错了 那你如果说 我看一个很长的阶段 我看到明年二 二零二三年 假设有 有些牛熊没那么长 打到二零二三年 哪日哪日 你给一个阶段 那我没有东西说 这么长的时间 但如果这玩即日 不建议买很远 买软牛熊的概念 不是这样的 其实是害死你的 而且要懂得转身 甚至是说 有机会我现在这个 势不对路 但我还想拼 譬如他离开了六七十点 我输了六七十点 即六七架 七八架 但我觉得他会很快转 我要转马 我立刻要转马 可能我转上五百点 你要做这些动作 玩即时就是这样 很累 但你不敢做 你会输很多钱 到时我放在下面 你们可以点回 去看波幅区间的部分 牛熊 其实心态是更重要的 技术还有很多种 有很多观察的地方 可能还可以说到一两篇 目前我今天先说这些 下次有机会 再写上去 大家买的时候 都要注意 一炮过就想赢了很多 坐几天 坐几天不是不行 当然可以 不过你的考虑的时候 不是这样 你要考虑清楚 我才会选择这样做 大致上是这样 如果大家有什么 可以平时留意一下 我的社群 它叫社群 香港是中文的 所以我不是用英文 所以它写就写 其实就是这么多的 社群 我会有时候做出post 如果有兴趣的 都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什么 牛熊问题 都可以问一下我 另外就是 订阅我的视频 分享一下我 还有点赞一下我 多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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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